思考失調情是一種因為大腦破壞 作成思考靈略跟體格功能失調的精神一倍 環節的記底跟破壞會變壞 換天夢想跟無緣無故跟人家宣傳 都是思考失調情擔心的政策 其中一倍無情雖然沒辦法完全抵合 但是有環節套位等候的助詐在聊了 並且有穩定的控制 不但會影響主要的工夫以外 更加負擔主要照顧這些解釋 重心摧毀祖神和快樂 思考失調情是真心一倍一種 重點就是患者出現意見混亂 異常的行為 才不可以理解什麼是真實的狀況 台灣早期將這種患叫做是真心忽略症 不但這種一倍無法完全抵抗 所以將患者都夠便宜 得到過等候選者治療 讓患者的患者可以在到穩定的控制 思考失調症的患者 最大的困境經常是他們會沒有病逝感 不知道自己需要治療 那他們的現實感會有所脫落 那所以在服藥的遵從性上面 會遇到相當多的困難 那自從長效針劑的發展之後 我們發現了機早使用 長效針劑接受治療 對他們的服藥遵從性 症狀的改善 還有功能的恢復都會有非常多的幫助 所以我們政府在這兩年 都有撥了27億的預算 額外的去貫注在長效針劑的使用上面 醫療要協助患者 早期在撤回健康的身體 醫生保護保障也專力來協助提供 這項新的登校尋找治療方式 讓患者可以撤回健康的身體 大家知道這個思覺失調的病友 其實承受了很多這個社會的污名 那我們非常希望能夠讓他們 跟我們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政府在這個部分做了很多的資源的抑注 不管是我們精神醫療的系統的資源部件 那包含我們27億的長效針劑的專款專用 那目前我們的研究已經證明 可以下降這個在住院率高達15到20% 那目前政府也積極的在做 所謂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部件 目前全台灣已經建了37處 那我們未來希望在114年能夠達到71處 那希望讓我們的精神醫療 心理衛生的資源可盡性能夠越來越多 要相當感謝 特別是我們市長 他對這類最弱勢的族群 那有最好的規劃 也給他們最好的一個藥物治療 那我們知道這類的病人 當他們發病以後 最需要的是能夠借助他們的雙手 那我們很高興政府負起的這個責任 更積極的推動 那做回我們彰化唯一的醫學中心 那當然我們不管是在醫院 或者是在社區都會全力配合 我們衛福部跟我們衛生局的一些政策 那我們會用我們最大的心力來照顧這一群 非常弱勢的需要關懷的這些病友 沒地上全世界等稍微有代謝 都有台歐0.3到0.7% 受到失和失業前的影響 全球医師有2,186、4というovulteraled 來了像北京路線 更加加多受到失和失業前的影響 而且部長也挺等等 灰假常常會有一定的社會問題 所以透過這項新的醫療風險 有機會可以改善環節的狀況 重新找回自身的快樂 新中華新聞的北邊林中華 蔡宏伯德